我唱别人的歌到底需不需要付费 现在大家逐渐有了版权意识 很多时候有很多人问我 我这样唱别人的歌有没有侵权需不需要付费 那我现在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你在一档综艺节目里看到了某个歌手翻唱一首你熟悉的歌 肯定是要付费的 你去一个酒吧在舞台上唱一首喜欢的歌手的歌 你不需要付费 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已经有人付费了 我唱别人的歌录了一小段小视频 有人觉得自己唱的太好了 上传到网上 你暂时不需要付费 但是其实已经有人付费了 你自己在家学唱喜欢的歌 你不需要付费 音乐版权行业有这么一句话 当有一首歌被播放或者演唱的时候 背后总有一个交易 我就展开讲讲以上这四种情况 如果大家有关于版权的问题也可以留言咨询我 第一就是在综艺节目里所有的音乐都是要付费的 节目组或者表演者都需要经过原作者的同意 讲好价格签好合约才能在节目中使用 第二 你在酒吧里唱了自己喜欢的歌 你不用付费 那是因为经营酒吧的人已经帮你付费了 公开营业的有音乐的地方 经营者都应该向版权协会付费 版权协会在根据各个歌曲使用的次数 向作者分配收到的版税 理论上讲 这种方式可行 但是实操难度特别大 这有点像用电你需要装电表来收费 这属于基础设施建设就需要很大的机构 甚至是国家出面来实现 目前的情况是很多经营场所没有装 所谓的电表 没有付费 也有很多情况是版权协会收到了钱 但是背翻唱的作品 作者却没有拿到钱 第三呢 你唱别人的歌录了一个小视频 传到网上 你暂时不用付费 因为大多数的平台都和大的版权公司 有一揽子协议已经付过费了 可以给用户自行上传使用 但是如果有商业赞助 那就必须另行付费了 收到的钱分配给原作者 这一点YouTube做的就非常好 因为网站会在小视频里明确歌曲的版权 才能上传 这样就可以按照流量给作者分配版税了 其他的平台还没有这样的机制 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就等各个平台去实现这个功能了 所以在功能不健全的情况下 个人用户 非商业行为可以不用考虑那么多 第四 在自己家里唱 唱给自己的家人朋友 是不用付费的 因为音乐只有流通 才能体现它的魅力和价值 很多国家有强制翻唱的法令 就是翻唱不需要经过原作者同意 但是费用是必须要支付的 而且能保证费用支付的路径和可执行性 好了 今天先讲到这儿 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 我会给大家解答 如果行业做法有了什么重要的更新 我也会及时跟大家分享 拜拜